但我覺得有點失望 它比我想像中有點普通 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要來開箱Prada炸雞 這個就是非常之出名 也是非常多人買的Prada炸雞 我猜可能很多人都聽過Prada炸雞這個名字 其實它就是去年出的炸雞 那為什麼我現在才來開箱呢? 因為其實話說我本人不是一個非常喜歡吃炸雞的人 其實我去年已經有看過他們的廣告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廣告是非常吸引非常高級的 但是我一直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欲去吃 加上我記憶力又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慢慢忘記了要開箱這件事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開箱呢? 就是因為話說 上個月我朋友就跟我說 這個Prada炸雞超級好吃的 叫我一定要吃 然而我也是忘記了 然後前幾天 另外有一個香港朋友也說 因為他本來是香港 他最近回來了韓國 然後因為他回來之後要隔離 他回來之後 一定要叫Prada炸雞外賣 所以某程度上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才開箱這個炸雞的 那好吧 現在就開給大家看 首先我覺得他這個袋非常之精美 其實有一點像你去名牌店 他會給陳袋的 有一點點的感覺 我今天點的量有點多 所以他這麼大 但是平時他那個更漂亮是一個索袋來的 超級漂亮的 他包裝非常之高級 有多好看見炸雞的紙盒會是這麼漂亮的 雖然大家稱它為Prada炸雞 但其實他就不是Prada出的 跟Prada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而Prada的韓文就是Prada 所以音是非常之適合的 所以就導致為什麼他好像跟Prada有關係 那大家看到呢 我是買了兩盒炸雞 為什麼我買了兩盒炸雞呢 我一個人 是因為為了跟大家開箱 那大家都知道炸雞通常可以叫一半一半的 那Prada炸雞他們有兩個特別出名 特別有人氣的味道 那本身呢 我看review的時候 說是可以叫一半一半的一隻 但是呢 我家附近那間就不行 所以呢 我這裡就叫了幾個尾回來 沒有錯 我叫了 他現在剛剛好超級肚餓 我覺得他的包裝超級細緻 打開了雞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裡寫著 是100%國內產的冷藏雞肉 然後這裡有拿了什麼做的物料 然後下面這裡寫著呢 就是他這些炸雞是怎樣炸雞 首先是用210度的高溫去焗過之後呢 才去炸的 然後再下調味 那我叫了兩個口味的 兩個都是他們的人氣之旋 這個是Pleg Idio 這個是叫了一隻的 那這個就是棒棒 這邊是原味 這邊呢 就是他們另外一個人氣之旋 這個就是他們的葉蘿蔔 但是呢 因為普通 炸雞的蘿蔔是白色的 但是它是黃色的 然後他每一盒雞呢 都有送 醬的 那這個就是普通的甜辣醬 這個呢 就是kuchu mayo 就是這個雞的醬來的 炸雞 其實我覺得是應該配啤酒的 免得上街買的 好 首先呢 我決定是先試原味的 而且我特意叫 有骨的 因為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有骨的好吃很多 還有韓國人呢 都是喜歡吃有骨的 好 我不吃了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先焗後炸關 但是呢 我覺得吃下去 真的 沒有 那麼油膩的感覺 還有它的炸粉是一點都不厚 甚至乎我覺得它不像有炸粉 嗯 之前它現在冷了 帶的醬是很脆 而且我覺得 它的雞也算大隻 因為它的雞脆 然後 也有我三分一隻手掌那麼長 吃下去我覺得有點像kumechikin 因為kumechikin也是焗的 所以它不像有炸粉的味 感覺好像很健康一樣 可能是一個錯覺 還有炸雞好不好吃呢 其實呢 基本上是要看它的原味做得好不好 因為所有的炸雞 它加任何的醬 其實它都要靠它最基本的這個底 所以呢 這個底做得好的話 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先試一下這個 蘿蔔 嗯 吃下去跟普通炸雞的蘿蔔沒有分別 但它都不是我最喜歡吃的那隻chikin mou 我由始至終都是覺得 橋村的蘿蔔是最好吃的 然後吃這個 kotsu mayo 上面鋪滿辣椒 很多醬 但人們說它很辣 有一點擔心 不是很辣 它是比生拉麵辣的 它的辣度我覺得是一個半身辣麵 好吃 但是它有一個熟悉感 就是平時我們點小菜的時候 有時候吃到一些 沙拉骨 有那個感覺 但我也很好吃 因為它是鹹甜鹹甜 因為我真的好喜歡吃鹹甜鹹甜的東西 但的而且它是漏的 吃完黑蒜 蒜片呢 都是炸 焗完之後炸 而且它的蒜沒有炸到焦 我應該會很喜歡吃這個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蒜 好 這個我也吃雞翼 它的味道就是 豉油 然後有一點蒜的香味 但因為每逢有叫這個名字 就是會投入很多的蒜 我覺得以蒜頭 放進去的比例 我覺得不算太出重 我的豉油味會比較重 出一點 要這樣夾蒜片來吃 但是蒜片也是炸得焗得很香 很脆 很好吃 不可以就這樣吃 你一定要這樣在上面放一塊蒜片 然後吃下去 你才會覺得那個平衡是OK的 但我覺得有點失望 它比我想像中有點普通 這裡有兩個醬 試一下點起來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 Kotsu Mayo 它是綠色的 那個醬看起來像wasabi Exactly就是這個醬 這個紅色這個普通甜辣醬 就是普通甜辣的味道 其實它這兩個醬應該是放原味的 好 我現在要打給我的朋友 因為我知道他剛剛吃完這個 Black Idule 嗨 喂 我現在在吃炸雞 我喊了三個味 真的嗎 因為我要做一個清職的開箱人 我喊了醬油 蒜那個 為什麼你只喊一個 因為我的朋友說那個超好吃的 你應該喊販斑了 真心 現在我為了想吃到兩樣 我特地喊了兩隻雞 我現在家裡有兩隻雞 留回吃幾餐 一定是這樣的 你覺得好不好吃 我覺得有驚喜的 就是那個雞胸呢 是比起其他炸雞 是還很多 我還沒吃到 每樣只吃了一隻 好辛苦 吃不到其他 我沒有吃過 因為我通常只吃Honey Combo 我永遠只是吃死的 Honey Combo 還要是吃雞翼 寧願給貴一點錢 但我也要全雞翼 因為雞翼超好吃 我的順序呢 是吃了原味 然後那個 Kochumayu 然後最後才吃那個 Pullet Ario 但它的肉我覺得挺嫩滑的 剛才吃的時候 我忘記了說 然後呢 第二個我是吃 Kochumayu 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好吃 可能因為 我沒預期到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 蒜那個沒什麼驚喜 可能是我太預期 它是超級 超酸香 我覺得它的醬油味很重 然後你要吃蒜的時候 才吃到 蒜 你不吃蒜的時候就沒有蒜味 那這個也是 因為我的朋友說 他說 他那時候是吃不完 留一點 然後第二天再在焗爐那裡 焗一焗再吃 他說第二天焗都是不排 完全一種限 但是 他試過之前叫過其他炸雞 就是 第二天焗 之後就乾了 雞的 本身蠻好吃 但是如果你說 他們的sauce 我覺得不是說 太特別 你旁邊也要吃 又說這麼誇張 先讓我吃而已 所以我有很大期望 我 我覺得我會喜歡 喬串多一點 喬串Honey Combo 蜜糖系列是 不會漏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現在我一直在吃 但是呢 我是一直拿著 Ileo來吃的 我是沒有碰沙律那個 我知道 可能因為知道那個 沙律那個雞漏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特別想去碰它 而且我覺得 以他這個包裝 這個設計 這個味道來講 17,900 我覺得是划算的 我覺得味道上的話 是沙律 是辣椒沙律的 比較好吃 但是如果怕漏的話 我就覺得 醬油算的 這個 是會好一點的 如果大家之後來旅行的話 我也推薦大家可以試一下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 喬串那個 蜜糖炸雞的系列 還沒有人可以 爬到它的頭 希望 韓國可以快點 開封給外國人進來 韓國最近疫情 還是 還是反反覆覆 甚至乎 今天無緣無故說 取消Working holiday的申請 是突然 立刻申後 所以希望 我韓國的疫情可以快點好 我猜大家都超級想念韓國的 所以之後的話 都盡量找多一些 野食或者地方可以 代替大家 做一個 代理滿足 好了 今天的韓相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我 記得按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不停 還記得不停 按讚 我們下條影片 請按讚